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提线数 这肯定是一个什么 二叉链表 那么一提数组的话 这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顺序表 因此就是ABD的选项 非常直接的透出来它的存储情况 而对于站来讲的话没关系的 我们站有什么 我们有链式的 有顺序的 对不对 所以说答案是C 那么从这儿来讲的话 还有个概念 这儿没有提 比如说还有个概念叫堆 对吧 那么堆这个东西 在排序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什么 往下插数 这个往下插数还是采用什么 采用数组 有数据表的方式来进行存储的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些相关的这种概念 那么有同学说 平衡数和排序数呢 那平衡数和排序数来讲的话 没有提 比如说我们讲的时候 像平衡数 排序数 我们是用什么 二叉链表来做的 对吧 但实际上你说有顺序存储可以吧 没什么问题 第一题是比较有意思 就把一些概念给大家澄清一下 那么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采用什么 双债共享空间 我们刚刚做过此类的题目 对吧 那么这个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说这个考的点说 判断占满为真的条件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体现过的时候 这种共享空间的优势是什么 在这儿我们说 占满了条件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损的画出来 也就是说是top1呢 top1呢 我们说是等于负1 就是说top这个点怎么样 它永远指下的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你实实在在存入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指上的是你的什么 站顶的元素 那么top2呢 我们说在哪呢 top2指向的n 大家应该n呢 我们说应该在这儿 因为最后一个元素呢 我们说是n-1 那么top2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进一个元素的时候 top1呢 指向占领元素 top2呢 也是指向占领元素 那么我们说 什么时候为空呢 显然怎么样 它没走到中间的时候 这是top1 这是top2 也就是说top1 再加上个1的时候 如果说等于top2 大家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为真了 对吧 它也指向占领元素 它也指向占领元素 对吧 那么我们说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为真 那么当然说没有这一个 没有这个 它转一下 不行吗 对不对 我们在top2 把top1挪到这边 稍微一剪 大家看 大家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道题呢 就是比较灵活地考察了 战和队列 战什么时候为满 队列什么时候为满 这是一类灌考的题目 这种题目一定要突破思维 突破哪 教材 因为教材书里边写的都是 就是都是定死的 但是书里边写的 它是对一种 它自己定的那种战 那我们在授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也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对于特殊的战 不管它怎么变化 那战买的条件 也是可以什么 推导出来的 对吧 推导出来 就是首先判断一下 这top1 top2指向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时候呢 它满了 是不是 只有说 它指向 它指向 它加一个等它的时候满了 然后再稍微一一项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此类的题目 我们说 不一耳足 变化多端 唯有什么不迫 掌握他们之间这种 直接的关系 画画图 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就是图示法 就是摆示为圣 那么第三题 那么第三题我们说 就是有同学点 这很重要 单学化练表 也就是说 对吧 加个箭头 表达它的前军关系 比如说 用它表示一个非空的对列 那么对列呢 只设了一个指导为Q 指导为Q 那么 这插入新元素节点 P的操作 是什么 那么 这个对列来讲的话 我们说 用带头节点的 单循环列表 来表示 非空对列的时候 那么这个Q的指导 我们往往是指什么 指向的微指导 对吧 为什么指向它呢 因为我们说 对列来讲的话 一种就是什么 入对 入对从哪里 从对尾往里边入 那么另一个操作就出对 出了呀 没操作了 对不对 出对的话 怎么出呢 头节点 因为这是在头节点的话 那么你说 头节点 这是指向头节点 那么 头节点的第二个节点 进行出对 因为是循环列表 对不对 所以说 用带为止针的 单循环列表 表示对列 那么这个Q呢 放在对尾 是最合适不过 那么这道题目里边 其实本身 它就藏着问题 那么你说 这个Q指向谁 对不对 它没有提 那么如果插入 一个心理元素 其实就入对了 入对就是说 这个Q 这边有个P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改到 几个指导呢 首先把Qnext 应该等于P Pnext 应该等于什么 Qnext 然后Q呢 再等于P 那Q等于P 大家看 每个答案都有 关你前两项 第一项 我们说用Qnext 等于P行不行 不行的 那么 Qnext等于P 我们就断练了 对不对 你用Qnext等于P的话 那Qnext就没有了 所以说应该先保存起来 先怎么样 用Pnext等于Qnext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尾差 然后用Qnext等于P 最后呢 用Q等于P 那么Q呢 现在指向这个对位 那么B的选项错 对吧 那C的选项 说Pnext等于Qnext 那么你这Qnext 还没有什么 把P挂上 对不对 你Pnext等于Qnext 是 Pnext等于Qnext 然后Q等于P 那么他俩时间 还没见着眼界的关系 所以这道题来讲的话 本质上是不难的 也是我们给大家常常提到的 但头节点的单熊光链表 Q这个指针呢 就是个无非指针 然后呢 帮他插入一个新的基点 就是尾差 所以这道题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因为一开始 大家都不清楚这个Q 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那北游呢 这个题目呢 还有些烧脑 那么第四题呢 就NextWell值 这个值呢 是一个典型的Campus题 没什么可说的 只不过呢 我们408里边呢 是考了Next个函数 稍微简单一点 这个呢 一下上这个 最高准结 选择上NextWell NextWell我们说 首先把Next求出来 我们说这是A B A A B C 对吧 TilNext 然后从答案里边 你要透射出来 我们说在408里边 在考察的时候 它的数组是从1开始的 因此呢 第一位呢 我们是从 408里边是从0开始的 从0开始的话 第一位是负1 对不对 是负1 这个也要记住 那么从答案里边 大家一看 0 1 这说明什么 这个数组啊 是从1开始的 也就是说 第一位呢 应该是0 对吧 我们说首先是Next函数 Next函数呢 我们说也是个基本功 这个东西学会了 不难 没学会之前呢 挺麻烦的 挺别扭 想不开 死过想不开 你想开之后 就比较容易 作业题呢 也比较容易 那么这0 然后呢 第二位呢 连想都不用想 写上了1 就是01 是固定词的 然后看第三位 第三位看A和B 没相等是吧 不相等的话 那就是1 然后他 A和A相等了 从第二个开始比较 他就是什么 就是2 他 A和A相等 ABA 还是什么 还是2 他就有意思了 AB不相等 但是ABA相等 对不对 ABA AAB不相等 因此呢 AB从这个地方 这是3 他 他的话 C和A不相等 AB和BC不相等 ABA和ABC不相等 对不对 那就说明怎么样 你只能从1开始 C的话呢 只能是A了 ABCA AB ABCA 那只能是什么 从第二 因为A和A相等 他从第二开始比较 对吧 这就是开辟算法 那么这种算法呢 是根据什么 Next值的定义 来进行做的 那么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呢 一个是Next值的定义 出发求解 最简单 适合咱们人来做 非常便 另一种呢 是根据什么 根据Next这个 那个函数 算法来进行求解 继续做 继续做比较简单 套来欠套欠套 咱不行 对吧 那个V函数 和乃函数 全部区别在哪呢 就是要判断 判断什么 比如零 这个是不变的 发现它 B 那么那个B呢 是一 看一 它俩 它相等不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 它的值就等于它的值 就这么一点 这意思就是说 它俩既然相等了 那么它俩之间 就不用再比较了 那么直接就等它的值 那么现在这个什么 不相等 这个是一 NextA A的那个值是一 一是它 它俩相等 现在它就等于它的值 对不对 那么A它是二 它是B 那么B呢 和它不相等 那就原样保持不动 对吧 然后B B是二 二大家一看 二和它是相等的 它相等的 这个值是不用再比较了 对吧 不用再比较了 它的值就等于它 等于一 C是三 三的话 A 大家不相等 三 A是一 一的话 我们说A A是相等的话 相等 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零 对吧 然后C是二 二的话 我们说是B B科它不相等 这个是二 当然就出来了 0102 1302 所以这个呢 这类题目 就是堪批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考的时候呢 这一种是选择题考 另外就是大题 给你摸着串 让你把Next函数 NextVL函数求出来 然后用手动的方式呢 把这比较的过程 再画出来 比较画出来 比较过程要注意什么呢 就注意这些零就完了 因为你一的话 就好比较 一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摩承二 A不动 戒等于一 当零的时候呢 不是摩承二不动了 是戒呢 是从第一个开始比较 爱呢 要向后加一位 对不对 爱向后加一位 就相当于爱加加呢 戒呢 也向后加一 但是戒呢 就要从什么第一位开始 就是加一 第一位开始 爱呢 要向后加一 只要掌握这个商法 这个手动做起来就没有问题 所以透过这个题呢 我们下KMP就说了 说这个东西 小概率事件 408呢 折腾过一次 上脑 那么北游呢 又折腾一次呢 也上脑 那么还会有个在考吗 这个东西小概率事件 考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 就这点东西 有时候说这KMP呢 它就是 你慢慢想 只要想透了 就没什么问题 那么第五题 第五题就是数组 A 每个元素 占三个存储地质 又来了 大家看 又来了 是这样 其实我们408 一直不喜欢考这种题 只有在16年 只有在16年 才开始考数组这种题目 考了一个题目 对吧 那么这种题目来讲的话 就是你需要把A的矩阵 要计算出来 0到7 它是什么 8行 对吧 0到7 然后0到9 这是10 就是一个10乘8的一个矩阵 那么 7子地质肯定是0了 对吧 存储呢 是从1000开始 那么 A53 那么A53来讲的话 它是干什么呢 按照这个 每个元素算 A53的存储地质 那么这个 该没有按照什么 这个 航游线 列游线 来进行排 所以这道题有点蹊跷 对吧 没有题 那么我们就现在和 航游线来进行做 航游线来讲的话 A53 A53来讲 前边有什么 有五行 每一行 我们说是八个元素 哪个元素呢 占三个存储 来加上它是三 前边有三个元素 对不对 那5840 34120 应该等于什么 123 123 三个元素再乘以3 就往哪儿乘了3了 33的9 那么5840 129 129 这个地方我们看 可能应该是有 现在咱做了这样 129 赢到7 是8 五行 对吧 八列 五行八列 每行八个 5840 乘以3 再加上呢 第三列 对不对 三人的9 129 那么1000 加上呢 应该是 1129 对吧 这个 没有这一个 那么我们说 再按列来进行算一下 那么列来讲的话 总共是什么 三列 三乘以10 再乘以3 加上5元素 三为15 90呢 加15呢 应该是105 105呢 加上1000 跟不对啊 1105 1105 那么说这样的题目来讲的话 算法是对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 某个地方 我们计算是有 有物 对吧 有物 那么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数字元素 A53 我们为了明确呢 我们把这个元素呢 写出来 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五行 这是第三列 五行来讲的话 01234 前面有五列 对吧 五列每个行 5840 40 5840 每个元素占三个存储来言 对吧 34应该是这个量价 是120 34呢 应该是120 120加上我们说 它应该是前面还有三个元素 应该是0号 1号 2号 对不对 有三个元素 三个元素 我们把它加起来 三个元素 9 9的话应该是129 129 那么我们说它是120 但是这存储的 我们说是从1000开始的 对吧 那么1000开始的话 我们说正好往前什么 错了一位 对吧 这错了一位应该是 1000应该是 加上应该是193 应该是6 那么应该是1126 对吧 这答案应该是A 这个答案 B这个转向就不对了 那么我们说 因为它没有说 航有线6有线 但是你按照6有线来 应该算的话 大家一看 前半我们说有几列 有三列 对吧 三列总共是30 乘90 90加35 90加35 15 35115 0105 这更不可能 只能按照航有线来做 答案呢 是A这个选项 那么这个参考答案呢 给出来应该是错误的 所以这类题目来讲的话 实际上没什么 但是大家看 在做的时候呢 总是因为它这个 起始 起始 起始的地址 会出现一些错误 因为这个就相差的嘛 相差一个 这129 这个是126 就差三个启动单元 对吧 所以说此类题目 它的难点不难 但是的确确实是容易出错 大家再仔细 揣摩做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看第六个题目 第六个题目说 在一颗具有20个关键字的 这个三千臂数里边 含有关键字的几点个数呢 至少是多少个 我们说 答案呢 给出来的是11 那么这个呢 是有什么呀 有争议的 争议的 那么因为有同学计算过 就是说 对于三阶臂数来讲的话 我们说 节点个数最少呢 应该是一个 对不对 就二分之三 1.5 1.5 下上区整减1 对吧 那么最多呢 我们说是两个 三阶臂数 三阶臂数三叉嘛 对不对 三叉是m减1 也说 它的原色的个数呢 是一个到两个 一个到两个 那么我们说 因为它要求节点个数最多 所以说 20个关键字 每个 我们说放上两个 对吧 都等于10个关键字 答案呢 A9出来了 因为这题没有参考答案 没有具体的标准答案 那这里我持怀疑态度 大家可以和我一块做 因为这样题目 因为三阶二的关系不多 你完全可以画一下 对不对 两个 我们说B数的话 B数有什么 三叉 对不对 三叉来讲的话 这里边我们说有两个 这里边我们说有两个 这一集来讲的话 我们说有两个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分出来三叉 那么 这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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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又分出三叉 那么画到这儿 我不画了 不画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节点了 还能在画吗 没节点数了 你再画 没法画了 但这样是一个三级B数吗 有同学说是啊 是什么 B数的要求 多叉性满足了 平衡性 它的叶子节点 没有在底下这一层 对不对 那么有同学说 我这可以留一叉 控制一叉 这是不允许的 在我们B数里边 是不允许的 就是你这 必须满足三叉的 多叉的性质 所以说这个答案来讲的话 十我估计认为是一个什么 错过的答案 这个呢 是要通过绘图 你可以看出来 那怎么办呢 那一种方式怎么样 你这呢 比如说两叉 你这是一叉 一叉过来了 有一个节点出来 这是有一个节点 对吧 这还有一叉 空出来一个 你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节点呢 这个节点 拿一个读到这儿来 那么这时候是几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可以是十二个 十二个我们说 太多了 对吧 那么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可以怎么样 为了保持节点 最说 你可以怎么样 就把这一个省掉 这个就改什么 一叉 再减掉这儿一个 零 那么这个就减少了 那么这儿呢 是两叉 那么这个节点的元素 可以放在这儿来 对不对 这里边元素 可以放在这儿来 也就是说 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个 那么 节点个数呢 最少为十一个数呢 可以满足 这样一个必须的特点 而节点位十个的时候 大家 我在绘制的时候 我能看 画不出来 你形成不了一个 必须 所以这道题目来讲的话 在北欧这道题目的是 比较有意思的 应该是 它这种题目是模仿 408出的 因为斯隆瓦曾经出国 就说 就有二十个关键字的 三叶必须 这关键字的节点 个数最多是多少个 那是最多 最多的话 我们说就是一个嘛 对不对 一个一个的下来 我们挂挂 正好能构成一个 必须的这个形态 我们说 可以有二十个 但是你考虑最少的时候 你的考虑 你虽然都 两个两个都聚齐了 但是你还 能不能构成一个必须 说这道题目呢 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道题目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第七题 第七题叫 关键路径 是AOE网络的什么 这是送分的 这个答错了不应该 对不对 这是教材上的定义 远点到会点的什么样 最长的路径 这个要尽量轻松的打出来 这就是二一的特点 对吧 那么相对普通 这个高校的题目 没跟大家再列 因为普通高校的题目 都非常简单 都非常直接 都类似这一种 就送分给你的 就看你这最最基本的东西 有没有 那么第八题呢 稍微有点意思 我们说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讲过这个性质 那么N个顶点的强连通途 边数最少 边数最少 我们说 边数最少 那只能成为一个环 对不对 因为它是强连通途 强连通途 反正大脑里边 什么概念 如果看到强连通途 你会想到强连通途什么意思 强连通途是什么样 有相图 这非常重要 有相图 因为有相 所以构成一个环 最后这一根少不了 所以说 C是N个 如果没有强连通途 就是一个N个顶点的 比如说它要说无相图 或者是就是一个N个顶点的连通途 边数最少 是什么N减一个 因为N减一个 这什么意思 无相的话 大家一看 这样一个就互通了 对不对 你加上这一根多余了 但是有相 必须有这一根 所以要注意 就是N个顶点的强连通途 反映出来是一个有相图 有相图的话 最少你构成一个环 那么最后这个边不能少 所以这个题 是我们的一个性质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 跟大家都讲过 那么第九题 那么一看这个题 我们说老师熟悉 当然熟悉 我们刚做过 对吧 初始排列次序没有关系的 我们说哪些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说直接插入 是不是有关系的 对吧 初始排列有关系的 对不对 我们说快排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快排如果有序的话 这个算法比较就费劲了 那么另外一说 对排序 对排序如果构成一个什么 一个有序的弯强杀术的话 你把它铁金放进去 这就行是吧 筛选就不用筛选了 它的算法还得有 但是筛选就仅仅比较一下就可以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简单选择 简单选择来讲的话 你即使一二三四五 那你每次从里边找出最小的 那么一要一次的和后半一个比 一个都少不了 对不对 一个都少不了 那么直接插入我们说 你直接和这个一比较 就位置就放这 这个一比较就放这 减少了 快排的话会使 这种有序的话会 会什么 会这个 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 地规序列 就是说要一次一次地地规下去 对排序呢 自然形成了一二三四五 大家看 怎么样 比如说非常容易的就办什么 这第一个就找出来 所以第九题呢 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简单选择排序 和的初始的队列呢 是没有关系的 其他呢 都和你的形态 形态有关的 要么就很快 也要很差 对吧 这些都是好的 这个快排是很差的 不然都受影响 那么第十题来讲的话 那么用堆 建立起的初始堆 为什么 制造题呢 也开始打马虎眼 我们说没有题目 本来这个题目 挺简单 在从答案里边 你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答案里边看到 A和D这俩是一对 大家看 38在这 而38呢 是这里边最小值 而八字呢 最大值 因为制造题没有明确说 小跟对大跟对 对吧 所以说制造题 显然叫 小跟大跟对 都要考虑 那么因为AD呢 是小跟 我们先做小跟 对吧 我们说46 对吧 79 38 40 84 山下从谁呢 从79 那么我们说 做小跟对的话 我们说79呢 应该是到这 这呢 变成40 这里一比较 38在这 对吧 40放这 46放这 最后形成以后呢 应该是38 40 46 79 84 这正好是什么 A这个选项 所以A是对的 那么我们看 大跟对 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人让人去写 对吧 46 79 38 40 84 那么有同学 老师 是这种写法对吗 我们也讲过 完全二刹数的 排列 对不对 就是按照我们 什么 满刹数的形式 这个没有问题的 大概对 我们说筛选的时候 还是种它 那么79 我们说 拿到这儿来 对吧 这儿呢 变成84 但是他打击筛选 肯定这个是84 这个变成了什么 46 因此 最后形成的 应该是84 46 38 40 79 应该错误 46应该上来 79应该拿过来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46 也就是说 84 这应该是79 79 然后38 40 最后一个呢 应该是46 也就是说 它错误就错误了 最后一个 对吧 像前个84 79 都对了 38都对了 就这样呢 C这个选项呢 弄错了 筛选了 筛选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一步 大家看来 你把46筛下来之后 因为大根对嘛 这个是79 你得把它筛上去 所以这道题呢 一键双雕 大根小根呢 都考上了 但是你要知道 排在这什么意思 这都是什么 一个个的玩强杀数 所以这道题 有同学就问我 老师这几个数 怎么能够看出来 画出玩强杀数 一样形态 对不对 我们说堆排序 堆排序 堆就是什么 玩强杀数嘛 没有什么 太大的疑问 好 我们看你11题 11题就说 关键字随机的情况下 用2X排序数呢 进行查找 那么下面呢 用它这个量级呢 相当的是什么 相当的是什么 我们说2X排序数来讲的话 它首先是一个 数型结构 对吧 数型结构 它的平息查找的长度呢 就取作于你这个数的这个形态 形态 那么呢 显然要优于顺序查找 那么分块查找 因为顺序查找 分块查找来讲的话 是基本类似的 只是分块里边呢 一部分是什么 可以采用直半 因为说核档量 那只能是直半 因为直半来讲的话 因为说在 关键字随机分布 就没有序 无序 因此呢 你要把 再用直半查找呢 来进行 查找的时候 你要首先呢 要进行排序 那么2X排序呢 正好呢 也是要进行排序 对不对 2X排序 你把这个树放进去 它自然就有序了嘛 对吧 所以说他俩呢 是查找长度 是类似的 因为直半查找呢 也构成一个什么 直半查找判定树 那么这个判定树的特点是什么呢 左边都比它小 右边都比它大 这是不是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直半查找判定树 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个排序树 所以为什么他俩想的 就是他俩可能 就构成的形态 可能相似 当然有时候不相似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直半查找 肯定要优于什么 排序树 因为排序树的形态不可逆 除非说 这是一颗什么 平衡的 2X排序树 也就是说 我们对一个 关键字 对一个有序的关键字来讲 最优的 有SSL 平查找最优的是 直半查找 其次是平衡 再其次是什么 2X排序 这个在后面 我们会有一个题目 给大家看到 也就是这一块 就作为选择来考察 大家要知道 随机分析代表无序 对吧 但对于排序树和 直半查找都必须有序 那么构造这些树的时候 其实就是无序 就长生直半查找的过程 其实就把无序变为有序 无序变为有序 谢谢大家